作为一名熟读男嫔女嫔 某剖嫔各类小说的机智美少女 宁宁不傻 立刻明白过来孽直的意思 她如今的所作所为 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 要是富于顽抗 恐怕只会越描越黑 在既定剧情里 原主辱骂完裴继便转身离去 这会场面尴尬 她也不想多做停留 但为了断绝男主不切实际的自作多情 还是在临走前补充一句 我真的不喜欢你 裴继看她的表情 好吧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狭长凤眼淡淡一瞥 声线冷如冰屑 还残存了些杀气的余劲 我没说过你喜欢 宁宁哽了一下 男主你是狗吧 不呛这一句你会死吗 这下反倒变成 她在自作多情了 还有你们 裴继是块硬邦邦的铁 她不会傻到去硬梯 把目光转到在场的另外两人身上 不许胡思乱想 聂直满脸好的好的我们都懂 大小节就是会玩的神色 像招财猫的手那样 不停点头 是是是 绝对不胡思乱想 宁宁快被她气死了 然而她百口莫辩 只能咬牙对上裴继的视线 念出那句系统强制规定必须说的 原助理恶毒女配的最后一句狠话 我们还会见面的 你等着瞧吧 宁宁 连她都觉得这一套操作下来 自己分明就成了个暗恋男主 又不好意思表明西异的傲娇大小姐好吗 还会见面这种话 在原文语境里的确很让人不寒而栗 但搁在她身上 为什么像是迫不及待 要和心上人再见面的那种感觉啊 宁宁被这场乌龙折磨得快要窒息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没灰灰衣袖 更没带走一片云彩 留下弟子房里神情各异的三人 聂直干巴巴笑了一声 窃窃望一眼跟前的裴继 看来她对你情根深重 恭喜恭喜 那位小祖宗走了 留下疯狗一样的裴继 她觉得自己要玩 当年入门测验 裴继不过是个凌厉微弱 体内残存着磨到血脉的穷小子 没钱 没事更没力量 正好成了她和沈岸桥的出气筒 这小子也是厉害 即便力量微薄 每回被揍 居然都会拼命反抗 惹来更为剧烈的殴打 无论伤得多重 她都未曾开口求饶过 像只还没生出爪牙的狼崽子 双眼星红如血 裴继的剑术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精进至此的 这个疑问空落落打在心头 在逐渐蔓延生长的夜色里 聂直听见一声低不可闻的轻笑 夕阳的残影与月色交辉 混沌光影如流水缠缠躺下 勾勒出眼前少年人 棱角分明的轮廓 裴继乌沉沉的眼瞳 盛满飞光 嘴角虽然勾起极细微的弧度 目光却冰冷得好似硕风冰河 不带丝毫温度 她语气淡淡 带了点懒散与嘲弄的意味 眼底泪至犹如凝固的血迹 令灭之下意识几杯发凉 拔剑 男主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此时的宁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爱收后宫就收后宫 想入秘境就入秘境 她压根不在乎 宁宁唯一关心的是 她终于又可以在地上走路了 而且不仅走路 连遇见飞天都简简单单哎 她上辈子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 病重时只剩下了一口气 连下床的力气也没有 只能安安静静地躺着等待死掉 仔细想来 她已经很久没有自由自在地行走过了 现在真是超超超开心的 宁宁几乎是小跑着离开弟子房 来到山头开阔处 凭借记忆单手捏了个绝 随着腰间见光一闪 常见硬是出窍 横根于半空之间 此间名为星痕 剑身细长单薄 轻盈如燕 于月华之下显露出淡淡寒光 剑柄这一束颗小而精美的广寒幽珠 宁光碧露 黄眼望去灿然生辉 倒真有满天星痕的三分颜色 园主很爱惜这把剑 在每个剑修眼里 自己的配剑都是举世无双的宝物 人在剑在 为剑为我 无论披山斩长河 碎地破苍穹 踏遍诸天玄境 浮明全做身外事 唯有一人一剑耳 要钱做什么 有剑就行 要明做什么 有剑就行 要老婆做什么 有剑就行 或是说 剑就是他们的老婆 他老婆也太好看了吧 心狠宝贝放心 妈妈一定给你买最好看的衣服 让你变成全师们最漂亮的那个仔 宁宁信誓旦旦下了决心 不慎熟练地踏上剑身 随着一道微弱剑鸣 玉气升天 残阳被夜色吞噬殆尽 空流一轮影影天上月 薄云犹如被墨水浸染的棉絮 轻轻柔柔游异于漆黑穹顶 掩不住浓浓月滑 宁宁垂眸下看 不由哑然 他所在的玄虚剑派 建于昆吾群山境内 位列灵气浓郁的七大洞天之一 正所谓惊象玄着 列宫阙于清景 优质前宁 开洞府于明山 正中央的太玄主风拔地而起 灵霄 开洋 玉衡 天鹤四座分支罗列近旁 其余的小风重演叠杖 翠色悠然 风暖耸立之间 气象参差 血远风烟彼此勾缠 山间白雾若聚若散 宛如青沙灵漫笼罩其上 此时被迎白月光尽透 便更显空气灵动 再细细看去 便能望见星罗旗步的坐坐楼宇 铸剑台 剑阵 观星台 与学宫灯火通明 四周天梯实战相勾连 遇见遥遥望去 好似置身世外先进 这真的是一幅十分美好的景象 所以宁宁发誓 她绝对不是故意 想让肚子叫 等空空如也的小腹 第三次发出不满 宁宁终于来到了饭堂 园主为了找陪寄的茶 居然错过了门派规定的晚餐时间 宁宁很没出息地想 她这分明是伤敌八百字损一千 报酬哪有吃饭重要 饭堂里的存货和她的肚子一样 空空如也 大概是看小姑娘实在可怜 做饭的女修从橱柜里 拿出一只包了皮的死鹅 然后两手一拧 直接从中央把鹅一分为二 将其中一份递给宁宁 真苏鹅解体 可是姐姐你的动作 为什么会这么熟练啊 本月以来 你已是第七名前来讨要吃食的弟子 如今存货不多 小到有你省着点吃 你修仪器喝成的丝鹅官柜 用了十分娴熟的语气 生活还有希望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没钱而想不开 只要命还在 那些身外之物迟早会来 宁宁 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而且她为什么会是第七个来要饭的 这个门派的人都有晚餐迟到的癖好吗 而且这跟钱有什么关系 不会真有人吃不起饭吧 不会吧不会吧 宁宁满腔疑惑 顺口接话 第七个 你修悠悠叹气 以往更多 咱们门派是什么样 小到有难道还不懂吗 她真的不懂啊 那你修到头来 也没把话说清 宁宁就这样满头雾水地提着鹅 回到了自己的小别院 出乎意料的是 园主的房间放眼望去 居然十分清爽 没有想象中能把人眼睛闪瞎的金银铜器 这里自然不会有烹饪用的锅炉 烧烤的柴盒暂时也没办法寻到 明明有些苦恼地把房间上上下下打亮一遍 目光最终停留在角落里摆着的炼丹炉上 丹炉以灵气为瘾 不需要木柴便能把火点燃 加之体型与高压锅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作烤鹅的器具再合适不过 这不就成了吗 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当然 如果玄虚派的列祖列宗 知道有人拿炉顶烤鹅 或许会气得直接从仙界下凡 比七仙女找懂勇的尽头还足 把鹅子放入丹炉再以灵气浴火 宁宁一边等着肉熟一边慢悠悠地想 她是第七个从厨房里讨到鹅肉的 那按照顺序自己就是妥妥的嫦娥七号 哇 这就很舒服 叫嫦娥仙子也不错 唯一想不通的就是 女修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没来得及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比答案更先出现的 是一声震耳欲聋 无比贴近的爆破 熊熊热浪扑面而来 好在宁宁体内仍存有防身本能 当即捏绝护在跟前 虽然被热浪 逼得后退几步 总归没受太重的伤 尘埃灰烬飘荡在眼前 透过模糊视线 她勉强看清屋内的模样 书桌被炸飞了两条腿 身残志不坚地倒在一旁 白镜墙面像是被送去非洲度了个架 全是黑乎乎一片 至于她烤鹅的炉顶 丹炉不堪耻辱 以身殉职 为了捍卫自己身为炉顶的尊严 无比光荣地炸了 不就是让你烤个鹅 至于吗 至于吗 肚子里的饥饿感 时时戳弄神经 宁宁故不得太多 屏住呼吸上前几步 丹炉已成了凌乱不堪的破片 清烟混着黑气缭绕四周 她的烤鹅静静躺在地上 那有黑的肤色 如同来自埃塞俄比亚 命宁院称之为包拯二代 这片乌烟瘴气的景象还没消停 正当宁宁 把她拿起来握在手中 在一片烟雾缭绕里 忽然听见一阵轻缓的敲门声 小师姐 这是她从未听过的少年音 丁 任务发布 门外正是天县子新收的清传小徒弟林寻 身为师姐 你一直妒忌她 抢走师尊宠爱 欲要狠狠报复 请为其开门 并按照原文剧情展开勾引 宁宁 就她现在这副披头散发满脸灰的模样 还想勾人 眼恐不片里的女鬼还差不多 系统的丁声回荡在耳畔 她是记得临寻这好人物的 东海龙宫的小皇子 万众瞩目地见到天才 由于从小生长在宫殿之内 很少与外人交流 渐渐养成了害羞内向 一碰女人就脸红的性格 简称社恐 她败入天县子门下后 抢走了原主最小徒弟的身份 加之见义凌然 修行飞速 更是让她心生嫉妒 林寻出生尊贵 原主自然不会明智欺负她 而是采取了另一种隐晦的做法 色 用 她的本意是骗取林寻信任 在慢慢压榨她的利用价值 让其变成为她所用的工具人 没想到这位小公子天生孔女 原主越是接近 她就越是抗拒 今夜就是他们俩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时候 宁宁暂时脸了心神 低声应道 进来 说实话 这是林寻头一回独自进入女子闺房 在开门的那一瞬间 她觉得自己对于女孩子的梦全碎了 整个房间像是被人入室抢劫后 放火一烧 为了以防万一 还来了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破 烟雾声腾 她小师姐的鼻尖上沾着浅浅灰黑 手里那坨漆黑的不明物体 泛着诡异的光 林寻着实被结结实实吓了一跳 小师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宁宁丢给她一个安慰性质的笑 挥了挥手里黑不溜秋的不明物体 我在烤鹅 林寻又是一愣 神情复杂地将那物端向一番 这玩意儿 恐怕拿着这个去盗斗 僵尸都得以为是黑驴体子 但这并不是最值得在意的点 枝蓝玉树的俊秀少年 微微醋眉 把目光放在支力破碎的炉顶蚕丝上 声线不自觉沙哑几分 小师姐 这是你的丹炉 嗯 宁宁不明白 她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抬手摸了摸鼻尖 你知道哪里可以重新买一个吗 气氛诡异地沉默了好一会儿 等小师弟清澈的少年音再度响起 如同地狱里夺命的丧钟 可是 你不是还欠着许多外债吗 宁宁 瞳孔地震 眼见她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临寻低头避开宁宁视线 继续小声道 师尊告诉过我 你为锻造星痕欠了不少钱 现金还没还清 这一个炉顶是一万零食 损毁居所的 赔偿是五千零食 还有你那檀木香桌 是 等等 宁宁一时间难以承受这么多信息量 这些家具不是门派批量生产的便宜货吗 林寻有些怕她 钻紧袖口 是小师姐说 喜欢檀木香 炼丹也要用最好的 那那那我家呢 我家不是大富大贵吗 师尊禁止弟子挥霍家财 宁宁惊了 忍住吐血的欲望最后问她 锻炼不应该由师门出钱吗 小师姐你清醒一点 林寻有些急了 我们是剑修啊 没钱的 一语点醒梦中人 宁宁大彻大悟 对哦 他是剑修 普罗大众眼里的剑修什么样 清高冷漠 杀法果断 一箭断空 真实的剑修又是什么样 直男 一根筋 暴力狂 最重要的是 他们穷啊 所有门派里 剑修永远拿着最好最拉风的剑 用着最伶俐的剑士 身上衣服 却从来是最便宜的 原因无他 钱全花在老婆身上了 不说在剑侠剑士上的巨额支出 单看未配剑进行维修保养的费用 就足以吃空一大群人的私房钱 对于剑修来说 头可断鞋可留 要想让自己的剑受苦 那是万万不可能 为了省钱养剑 壁谷不吃不喝 已是司空见惯 像什么自学缝纫 街头卖椅 同样屡剑不鲜 最让宁宁印象深刻的 是原著里的一位贺姓师兄 传闻他为了攒钱 竟去花楼竞争头牌 被人发现是一名剑修后 还大言不惭地谎称自己是万剑宗的弟子 最后被万剑宗当场揭穿 万剑宗是剑道第二大派和玄虚剑派的关系 类似于清华北大 明争暗斗的死对头 他总算知道饭堂里那位女修画里的意思了 同时也明白 以后他们俩会频繁再见面的 来让他看看 是谁一天到晚吃不起饭 哦 原来是他自己 这果然是不恐不骗啊 衰 两相沉默之间 一段文字在脑海中适时浮现 正是系统为了让他顺利完成任务 调出来的原著段落 只见标题上书六个大字 宁宁夜又临寻 月色西沉 门前如积水空凝 隐隐绰绰 宁宁娇柔柔一笑 鲜鲜细指拂过临寻衣襟 引得少年几倍僵硬 耳根泛起红潮 月影婆娑 打湿少女柔软的英唇 他轻轻张口 气土如蓝 今夜月色魅人 师姐心情甚好 我们一同出去赏赏月 如何 赏月 他以后天天都是嫦娥 还个什么赏月 月色西沉 隐隐绰绰 宁宁娇柔一笑 鲜鲜细指拂过心痕剑的身子 他老婆的脊背 无论何时都是直的 摸剑的手 微微颤抖 黑气弥漫间他 轻轻张口 指尖残留着烤鹅的优香 老婆 我没钱 给你买新衣服了 原谅我这个没用的妈妈 乖啊 林寻看着眼前这一幕 只觉得毛骨悚然 他不明白 小师姐为何会问那些他自己心知肚明的问题 更不懂宁宁为何换心痕为娘子 却又自称是她的娘亲 他只知道 小师姐好像不太对劲了 谷有饭尽中举 今有宁宁乍顶 直到很久以后 林寻也还是能回忆起那晚被支配的恐惧 小师姐慢慢朝他靠近 一手搭上他肩头 他语气如颠四狂 分不清是笑意还是哭腔 声线飘忽得像是山野女鬼 和那双微微泛红的杏眼 堪称绝配 今晚月色不错 师姐心情甚好 要不咱们出去赏赏月 如何呀 哈哈 最后那一声哈哈最为精髓 简直生动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乐景趁爱情 上翘的尾音如同冷剑离弦 吃溜一下就插在他耳膜中央 林寻快被吓死了 他以为赫师兄脉身养剑 已是剑宗之绝唱 没想到宁宁师姐比他病得更厉害 龙宫小皇子脸色发白的后退一步 浑身瑟瑟发抖 救救救命啊 宁宁小师姐他 他被自己穷疯了 身体被触碰的地方像在发烫 啄得林寻浑身不自在 他下意识地想要挣开他的手 可 可是 小师姐实在太可怜了 他都已经穷得这么不正常 自己要是拒绝邀约 对方一定会更伤心 于是 小白龙忍着难受 声音又低又模糊 难以抑制地轻轻颤 小师姐别难过 我 我陪你去看月亮 我